这台华硕的AC86U路由器 是我三年前买的 2018年末买的 现在是22年的8月份 用了三年多 准备把它卖出去 买的时候花了800多 现在只能卖300块钱 其实这个路由器性能还是很强的 2.4G加5G全部加在一块 最大速度能到2900 其实现在有很多WiFi6路由器 也只不过是3000 而且它的5GWiFi是支持4乘4MEMO的 现在很多中端路由器 五六百块钱的 才支持4乘4的MEMO 一般200多块钱的 都是2乘2的MEMO 所以这台路由器 在现代来说也不是很差 唯一的缺点 它就是WiFi5的路由器 现在都是WiFi6了 其实5和6区别不大 我为什么要卖呢 主要是我想体验一下WiFi6 后面这个风扇是我后来加的 这个小风扇 我从京东买的花了30多块钱 因为用不到了 机箱用不到了 就给它装上了 然后这还有一个转接器 这个转接器呢 使用的是路由器 自带的2.0的USB给它供电 这个像个小U盘 其实它是个读卡器 里面放了一个G的TF卡 做虚拟内存用 这个路由器是博通的芯片 1.2G双核 内存是512兆 但是很多人说它这个内存不够用的 最好给它再来一个512兆的虚拟内存 就算内存用不上 最好也是给它加上 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 这个风扇就不拆了 这风扇还是起到散热作用的 加个风扇总比不加风扇好 另外这个转的也不快 也挺安静 多少能散点热 因为没有它的话 路由器是被动散热 加上它就是主动散热 这个散热器好像是去年装的吧 用的3M胶粘上的 这个买家应该也需要 我就不给它拆了 另外我刷了光改固件 光改固件默认支持虚拟内存 也能看温度什么的 挺好的 它应该拿过去就能直接用了 下面是华硕的一个亚克力的玻璃 这四个网口都是千兆的 这还有一个腕口 网口也是千兆的 电压是19V乘1.72A 最大功率应该是30多瓦 其实为了散热好 这边也可以再给它加一个 9厘米的散热风扇 三根天线这都能拧下来 都拔下来 这个天线都是原装的 还有电源线也是原装的 擦一擦 给买家留个好印象 也作为我的一个留念 我当时为什么想买这个路由器呢 主要是没用过华硕的 他们都说好 我就买一个用用 不便宜 800多块钱 那个时候能买不少东西 但是我一咬牙 买了试试 然后几乎刷了很多固件 刷就刷了吧 这种事就跟吃了喝了学习了一样 体验了就变成自己的了 你要说有什么收获吧 也没啥收获 就是体验了 我准备买一个小米的 叫红米AX6000 499 今年4月份出的 新的 联发科的芯片 据说这个芯片不错 12纳米 性能很强 支持160MHz 这个是不支持160MHz的 它是博通的芯片 现在有很多路由器 都是高通的芯片 像小米手机什么的 安卓手机 好多用的都是高通的 所以说对高通的芯片的路由器 兼容是比较好的 像博通的路由器 对博通的手机 像苹果支持的会比较好 或者苹果本 但是现在博通好像不怎么行了 现在就剩下高通了 另外 现在路由器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以前我不喜欢TP-Link 虽然我买过很多TP-Link 他们家很烂 但是现在没想到 TP-Link又起来了 比如现在最新的 那个便宜的200多块钱 3010 还是不错的 也是高通的芯片 还有就是小米也起来了 这个纪念的视频呢 估计比较长 我分成两个 一个是想看参数 另外一个呢 我教大家怎么用好这个路由器 主要是四个方面 虚拟内存 散热 固件 最关键的是信号强度 信号稳定性 这个等到下个视频 再和大家分享吧 请不吝点赞